台日新聞獨家報導 高雄一名消息男子凌晨在新興區的夜店前 酒後跟朋友起口角衝突 後來警察到現場 他居然徒手攻擊推擊警察 援警後來噴灑辣椒水將他壓制 支援警力呢又手持電擊棒 強勢控制這群人的脫序行徑 凌晨夜店前一大群人叫嚇入罵 警方貨報道場 他們還把矛頭對準警察 黑衣扼煞超囂張直接出手攻擊 援警立刻告分被呵斥 全部都不要走全部都趴下 眼看這群人情緒高漲 援警當機立斷噴灑辣椒水控制現場 你給他哭耶 你來 動手扼煞遭猛力壓制 隨後發現嫌犯同夥打算逃竄 援警也大聲制止 那邊過去攔下來 將人一一逮回包圍 隨後援警也手持電擊槍 威嚇姿勢分子 示範在6號凌晨4點多 高雄新興區復興二路的夜店前 當時消信男子酒後跟朋友起口角爭執 還相互叫囂 警方抵達男子經徒手攻擊 推擊警察 援警除了噴灑辣椒水 將人壓制 所有支援警力在手持電擊槍 威嚇男子同夥 強制控制這群人的脫序行為 即時遏止棄宴 叫囂住室等行為 以涉嫌妨害公務罪 被警方上銬 四名滋事分子不乏異語 只是幾杯黃湯下肚 這群人互嗆互罵 還把氣出在警察身上 如今遭到逮捕 就算酒醒再懊悔 也於事無補 借由高雄重霸道 就算酒吧